在以前,我们看到别人开着一辆奔驰,宝马或是奥迪可能就会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有钱人 毕竟那是时候,汽车还是个稀罕物,更别提还是知名的BBA了 但实际上,这些开着豪车的人,也有可能在费地里,还欠着一批负债呢 因为,现在买车都可以选择低手付购车,所以千万别被他们表面所欺骗了 因此,开BBA的不一定有钱,但是开这三种车的,可能是懂车的有钱人 家庭条件可能不会太差 1.大众辉腾 虽然这辆车已停产了,但在当年,又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呢 辉腾作为大众纯手工,打造出来的一款车型,无论哪个角度看它,都充满了高级感 当年能够花上百万去购买这辆车的人,可能是懂车的有钱人 因为这辆车的外观,可是一点都不好,反而相当低调 2.现代雅科士 现代雅科士是很多韩国总统的标配座驾 在韩国,之所以历届的韩国总统,都会使用该车辆 是因为他全车都采用了,防弹玻璃以及特殊的材料,在安全性能方面绝对是没话说的 这辆车的售价最高130万,算是很昂贵了 但是从外观来看,不懂车的人可能会认为,只是一辆普通车 看上去和好可能没啥关系 3.特斯拉Model S 在新能源汽车中,特斯拉这个品牌迅速崛起 Model S就是该品牌中一个既低调又高端的车型 其中Model S表现很突出,临着110速的时间只需要3.2S秒 可以媲美一些品牌跑车,但是它的造型也是很低调的 不知道以为它就是一辆,普通的新能源车,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但其实,它的售价接近百万,能花百万去买一辆电动车 想必家庭条件可能不会太差